13日娱乐精选,古剧纪念唱会惊险坠台10分钟,妻子吓到失声痛哭,事后拜佛求平安 13日娱乐精选,古剧纪念唱会惊险坠台10分钟,妻子吓到失声痛哭,事后拜佛求平安 古剧纪演唱会惊险坠台10分钟,妻子吓到失声痛哭,事后拜佛求平安 作者,慧火,2018年5月11日,古剧纪时隔7年再次在宏馆聚办演唱会,并且邀请了曹萌担任表演嘉宾 古剧纪演唱第一首歌便出现升降机意外,误入台上的升降机大抖,整个人掉进三米高的台下 不过出事后,古剧纪的线经纪人霍问希便立刻发微博报平安,并向媒体透露指示警部受伤 并且港媒还发现演唱会结束之后霍问希立刻前往尿里上相求平安,可以说相当惊险了 成龙女儿好日子来了,女友掏钱为其买零食,吴启力发文疑似是好 作者,猫眼娱乐,照片中的吴卓琳戴着白色棒球帽,穿着黑色外套搭配白色卫衣,干净利索 一旁女友粉色装扮,扎着丸子头 两人选购完零食后就去收银出付钱,据说是女友付的钱,两人似乎已经找到工作了 对此网友评论,小龙女的好日子要来了,女友设得为其买零食,妈妈吴启力也发文希望她回去 虽然不知道小龙女会不会回到吴启力身边,但吴卓琳的处境变好了,应该不会流落街头了 复联三上映第二天,你还好吗?作者,巴塞电影,复联三上映两天了,观影一场火爆,光是零点场票房就已经超过五千五百万 某影评人博主街道的各影院,零点场,满座图 看过电影的,无论是漫威粉,某个英雄的粉或CP粉,基本上都是高高兴性观影剧,哭哭啼啼回家来 被漫威捧刀,扎心 6点52分的更新,很良心了,笔者去看不连三之前溜了一圈微博,也算有了心理准备 创造101首次淘汰,选手哭成泪言,村花洋超越竞撒谎欺骗观众,作者,猫眼娱乐,明晚,创造101播出第四期 选手们在第一场公演后也将迎来第一次淘汰 许多选手在宣布结果前就依依不舍地互相合影留言,还有人在宿舍中过起了生日 不少选手一谈起自己有可能被淘汰就不接泪流满面 而在正式淘汰的那一天,黄紫涛逐个宣布结果,而选手之间也是十分不舍分离 其中最颇受争议的就是在节目一开播就有着村花之称的杨超越了 谢依林发文宣布怀孕,却意外暴露了西梦瑶的小秘密 作者,猫眼娱乐,在今天02分分,谢依林晒图一张 配文,母亲节快乐,来自准妈妈的呐喊,开心地跟大家分享 我不是胖,我是怀孕了啦 另外有细心网友发现,在谢依林晒出的照片中,有无据年龄四个字 谢依林分享好消息六分钟后,郭采杰在08分分送祝福,留言emigold,还配了一个吃惊的表情 不过西梦瑶送完祝福却被粉丝心疼,快凌晨两点了还在工作,纷纷留言要其注意身体 除了阿凡达,没有什么能是妇联不敢超越的 作者,电影《烂番茄》,十年,三十多位超级英雄 十九部电影,地球被拯救了18次 钢铁侠从浪荡公子变成了老婆奴 雷神眼睛瞎了又换了心的,每对最后一个兄弟都没了 关于复联三,人类已经不知道用什么形容词来表达牛逼了 最终票房业内预测20亿起,最高预测是27亿 而在所有这些成长,坚持,奋战之后,电影给出的却是一个悲剧的大结局 这就让电影超越了过去那些超级英雄大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洁宝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订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洁宝杨